那剛剛呢 安潔呢 最後這一首呢 貓河老鼠 剛剛說的是戲劇力非常強的一首 那在這邊呢 包包老師想要問一下在座的各位家長還有小朋友們 大家有沒有聽過莎士比亞呢 有嗎 欸 沒有什麼反應 那大家有聽過羅密歐與茱莉葉嗎 有 對不對 那其實呢 莎士比亞是中國的大文豪 他筆下呢 有寫了這一書 羅密歐與茱莉葉這個悲劇 那在音樂家裡面呢 這位作曲家普羅高飛夫 他呢 就將這一書劇寫成了一篇非常完整的鋼琴曲 那在其中呢 有一段呢 叫做麥丘西奧 那這一個人是誰呢 大家會想說我只知道羅密歐與茱莉葉啊 那麥丘西奧呢 其實就是羅密歐他的好媽姐 好兄弟 大家會知道有沒有知道羅密歐與茱莉葉的故事的內容 其實他們兩家呢 是仇家的關係 那為什麼會變成仇家呢 其實就原自於 其實就是這個好兄弟 好媽姐 麥丘西奧他剛好呢 在街頭上面啊 跟茱莉葉他的堂哥 堂哥剛好看不順的 不對的 所以兩個呢 就在街頭上面就打鬥了起來 開始打架 那這個打架打架呢 羅密歐 不是羅密歐 是朱莉葉他的這個堂哥 不小心就失手 失手殺了麥丘西奧 那等到羅密歐知道了這件事情 是不是超級氣憤 因為是他的好媽姐 所以呢 最後羅密歐呢 他等於為了要幫他的好朋友復仇 所以也把朱莉葉他的堂哥給殺死了 那在《普羅高貝附》這個作曲家 他寫的這一首《羅密歐與朱莉葉》裡面的一個小片段 其實就在撩繪剛剛我所提到的這個場景 不過講了這麼多 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 為什麼花花老師突然現在要講這一齣《羅密歐與朱莉葉》呢 因為剛剛安潔堂呢 這一首 恰到一場的壓軸 最後這一首曲子 我怎麼沒有聽到大家很熱烈 喊一下 叔叔的英文怎麼說呢 安潔堂 這樣子太小聲了 知道我要怎麼請安潔堂的表演者出來 要大聲一點 安潔堂 安潔堂 這樣 我覺得後面表演者好像沒有想到出來 安潔堂可能覺得太小聲了 再大聲一點好不好 安潔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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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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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